永续城市与社区,因为本学校的木楼梯和木地板年久失修,而且木楼梯还有滴水的问题,这样的话,学生走在上面很容易跌倒受伤,为保障学生行走安全,我们想了很多的办法,像是把楼梯占下重建,又或者是教学生飞行,最后我们决定要和全校师生联署,让学校知道我们的想法。 我们透过采访和制作影片的方式,向师生表达我们的维修计划,接着,我们制作了一个牌子,争取大家对我们计划的看法,结果发现一块牌子根本不够,于是,我们又做了一块,接着就是不停地找人,签名,签名,签名,再签名,我们总共募集到了300多个签名,便将此事报告给了学校,而学校也注意到了此事并努力改善, 可说是皆大欢喜,而在报告的过程中,我们也拍下了许多照片,像是这张,和可爱老师的合照,还有这张大合照,都是我们美好的回忆。 本次报告到此结束,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